您跟林書豪的第一步 誰比較快 因為之前有一個說 Jason Tatum 如果進名人堂 要吃蚊子的那位訓練師啊 他認為 巔峰時期的陳信安 他的第一步 是比林書豪還要更有爆發力的 請問信安哥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OK 如果真的要比較低 過你的水分 還會過比較快 我就是要這樣子的答案 那林書豪打球的方式 他不是用第一步在打 他是用觀察的方式 用頭腦然後去觀察環境 然後再去看防守者在幹嘛 他才決定要怎麼樣去使用 所以如果以100公尺的起跑 我覺得我會比他快個0.0幾秒 但是回到球場上 應該我們兩個都不會用這種方式去打球 誰是你印象中最深刻的球員 在NBA的時候 其實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因為我去的時候是2002年 前一年他們剛好是要打冠亞軍 BB Bobby Jackson Chris Weber 他們每個人都是超級厲害的選手 所以你是真的跟他們交手過嗎 真的就真的是在球場上 我也覺得天啊 超厲害的 那你自己有沒有經歷過這一塊 譬如說你當初在打中華隊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打職業籃球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就是以學長的方式去 教訓你啊 有過這種不開心的經歷呢 不會不開心 但我覺得這是必經的過程 就像我那時候從 松山高二就直接到台灣銀行打社會家族的時候 我上去防守 大部分都是會有一個手肘 黏在我的鼻子這裡 然後那個時候就知道 這個就是社會籃球 對可是我覺得這必經的過程啊 那我也從這個當中去學習到說 原來 學長實在教我怎麼打球 到了球場之外的話 就我記得我去中華隊我還很年輕的時候 我19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去中南美洲做一地的訓練 一地訓練 行李是很大一箱 我們出去一個多月 只要放到車頂 幾個年輕的球員 就行李來又丟上去 然後到機場行李下來又又下來 早期嘛就沒有那麼多的洗衣店 比賽結束我們就要去幹嘛 欸學長球衣 收球衣我要去洗球衣喔 洗完要轟球衣 轟完學長球衣回來這樣 這些都是年輕的球員 那時候我們要做的事情 了解了解 OK那星安哥我們都知道 你現在的職位是桃園頂航員的GM 跟你一樣是GM 我這個是假的 好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以你在NBA學習到的那些經歷 你認為NBA的培訓方式 以及他們尋找球員的方式 有哪一些是台灣可以接近的呢 我那時候去NBA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球員 所以在管理階層 其實我沒有涉獵到太多 那關於我現在在做球隊的GM 也是等於是重新開始 那關於這個選手 他怎麼樣去培育 其實台灣有一套很好的培育制度 就是三級學校 國高中大學 分層分鄰 然後怎麼樣去培訓好的優秀選手 那對於我們職業來說 也很簡單 因為在職業的球隊呢 當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有總教練 助理教練 會有球探 然後會有技術分析的教練 我們大家會一起去看 從國高中大學的這些選手 職業籃球的環境 已經是越來越完整了 前面那些問題啦 老實說 我不是很care 我最care的是 您跟您舒豪的第一步 誰比較快 因為之前有一個說 Jason Tatum 如果進明人堂要吃蚊子的那位訓練師啊 他認為 巔峰時期的陳信安 他的第一步 是比林舒豪還要更有爆發力的 我們請到了本人來回答這個問題啊 請問信安哥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OK 如果真的要比較低覆過你的數目 就說比較快 我就是要這樣子的答案 那林舒豪打球的方式 他不是用第一步在打 他是用觀察的方式 用頭腦然後去觀察環境 然後再去看防守者在幹嘛 他才決定要怎麼樣去使用 所以如果以100公尺的起跑 我覺得我會比他快個0.0幾秒 但是回到球場上 應該我們兩個都不會用這種方式去打球 那既然你是第一步達人嘛 那第一步的爆發力是可以訓練的嗎 透過訓練可以讓自己的身體能力越來越好 但是我們在球場上的打球 不是全部都是靠第一步 我們靠很多都是技巧 真真假假騎片空間角度的運用 才能製造出很好的得分手段 或防守的壓迫 體能是基本必備要的 但是技術還是比體能更重要 了解了解 好 那剛剛有聊到林舒豪的部分嘛 尤其是現在林舒豪加入了鋼鐵人嘛 你從一個GM的角度 能不能告訴我們 林舒豪加入P-League 對於台灣職業籃球的影響呢 林舒豪加入真的對台灣的籃球有非常大的影響 我覺得也非常棒 第一個在技術面我覺得他有打過NBA 所以他有很多的球場上面的判讀 是可以給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很多學習的經驗 那再來我覺得很棒的是他的個性 他已經是一個NBA的球員了 他還是保持著非常的謙虛 然後非常的自律 這個都是我們這些年輕的選手 都可以去朝著他這個目標去前進 了解了解 其實不瞞您說啦 這次邀您來 除了我想要知道 你跟舒豪第一步誰比較快以外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即將要跟小胡打一對一的對決 所以我想說看可不可以請到台灣的GO 來教我個一招辦事 沒有問題 OK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請我們的台灣飛人陳信安 來教我在進攻端的一招 是直接可以打爆小胡的啦 當然我們有身高優勢 那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是直接往籃下打 最簡單的一招來 我們往籃下這邊來移動 好 如果我們把球運到LOW POST 就是低位中鋒的時候 我們一邊運球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著用你的右腳 先去試探他的小胡到底在哪一個位置 確定他的位置在這邊之後 你必須要清出空間 所以你可以用身體 把他往後稍微推一點點 不要用手推 用身體稍微推一點點 然後確定他重心往後之後 推完就勾射 對 所以 哇你那個撞一下那個 我直接感受到那個震撼度 對 對 到時候小胡也會這樣跟你講 哦 好那有沒有什麼變換的招數 就是如果我只是用這一招 感覺有點太單調 小胡萬一已經摸透我了 那該怎麼辦呢 好 其實這一招非常的好用 不管是我們是素人路人 或者是到職業的球員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什麼 樸實無華的一招 我們可以在這邊打 但是防守如果一直推呢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順著這個籃框的半圓形 開始走 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邊 然後突然 你想進攻的時候 你再把右腳伸進來 再伸進來 然後再把身體靠上來 然後再勾射 同樣一招在不同的角度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這裡有一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位置 當然 在另外這邊也可以 你就可以從這邊運運 然後把腳卡進來 反正就是我準備好的時候 我就是進來就對了 球不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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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 就譬如說 你先想進攻了 然後把腳伸進來 又不想進攻了 喔喔喔 又不想進攻了 球不能收 又想進攻了 喔喔喔 好 那就進攻 對 就可以進攻 所以就可以在這個半圓形裡面 做多次的進攻 但重點就是我們球先不要收 了解 了解 這招真的是太好用了 無解啊 這基本上無解 特別是在籃下勾射 對啊 你看 我又進攻 我又進去了 我又出來了 越來越熟練 謝謝 謝謝安哥 謝謝安哥